一台一影車開到一半 失控狀況分隔島 車頭和車車分離 摩擦出大量火花 整個噴到對向車道 本來沒波及到其他車輛 但兩分鐘後 對象一影車經過來不及閃 直接往散落的車頭撞上去 一影車車頭全毀變形 慘的是駕駛還卡在車內動彈不得 警銷觸動破壞器材 才把人救出 但送一後傷重不治 這台失控的一影車 今天凌晨要北上再殺時 駕駛說開到一半 車子有怪聲 才正要停車檢查 車就失控撞分隔島 頭尾分離 自己輕傷事小 沒想到還鬧出人命 當時行業車速 目前有一個法則 據目擊者所稱 沒有明顯檢出是情形 警方調查雙方駕駛都沒酒駕 詳細肇事責任還要釐清 突發中心新北報導